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大家做这个辣炒嘎啦了 那首先呢我们这个蛤蜊呢要给它放到淡饮水当中呢 让它土性泥沙 蛤蜊呢土性泥沙很重要 如果我们做炒的蛤蜊里边如果带有泥沙的话 你这个蛤蜊是没法吃的啊 那因为呢它是一种在泥滩里边长的一种甲壳类的小海鲜 所以呢它里边会有一些泥沙啊 那么我们呢一定要把这个要给它处理好 那如果你买蛤蜊的时候呢 能够从卖蛤蜊的那儿拿一点海水的话 那就更好了啊 它回来吐沙呢会吐的效果更好啊 那我们在做辣炒蛤蜊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到蛤蜊呢大约600克 然后香菜呢我们给它10克 葱姜蒜和干辣椒呢我们都要给它5克就可以了 来我们现在就做起来 首先呢我们要把锅里呢给它放点油 大约15毫升到20毫升的油 我们这个葱姜蒜和干辣椒呢 每种都是5克 然后呢我们要给它先爆香了 那现在呢这个锅里的油已经热了啊 我们把这些葱姜蒜和干辣椒一起放下来 给它炒香 我们炒香了以后呢这个蛤蜊就可以下锅了 把泡蛤蜊的水呢一定要尽可能少的啊 再到锅里去 不要水 先给它翻炒均匀 然后呢加点酱油 酱油呢我们要加到20毫升 这是它的咸味和香味的一个来源 炒一下 再来点料酒 10毫升 有了料酒以后呢大家都不要担心它糊锅粘锅的问题啊 这也是水分的添加 然后呢我们给它3克的糖 3克的味精 这里面呢不要加水 然后呢直接把盖子给它加好 焖一下 一直到呢所有的蛤蜊都开口 但是呢这个火候不要过 时间呢大约是两分钟的时间 那么我们的蛤蜊呢就能够成熟开口 大家稍微等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准备一下香菜段 大约是10克的香菜段 我们配点香菜段呢是为了给它增加一点香菜的清香味 另外呢让它带有一点绿色 这样子这个蛤蜊呢会更加的好吃 蛤蜊焖制的这两分钟呢大家不要频繁的打开盖子去看 因为呢它也不会糊锅也不会粘锅大家也不要担心 两分钟时间到开盖把香菜放进去就可以了 因为你要是频繁的打开盖子呢 一个我们蛤蜊当中的水分呢会散失的太快 另外一个呢它的鲜味香味呢也没有办法闷到这个蛤蜊肉当中去 所以我们吃起来的时候呢这个蛤蜊就不会有那么的香口的感觉了 好来时间到大家看啊我们的蛤蜊呢都已经完全的张开口了 看我们呢可以轻轻的推搅它一下 把香菜呢放下来 大家看到这些水了吗 这都是蛤蜊自己本身出的水 有的时候呢我们喝酒的时候啊 拿那个蛤蜊壳呢咬一勺这个蛤蜊的汤汁 嗯一桌还是蛮鲜美的 好了那蛤蜊壳都开开了 那我们就要出锅了千万不要猪老了 猪老了呢这个蛤蜊肉呢就从壳里脱出来了啊 那在我们青岛呢我们这个蛤蜊啊那可是配啤酒的绝配啊 那一般呢吃蛤蜊喝啤酒 这就是来我们青岛的标配了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这个蛤蜊呢特别的鲜美 而且呢吃到这个辣潮蛤蜊的时候呢 它嘴巴里还有一点辣辣的特别有食欲的这种感觉 再来一口凉凉爽爽的青岛啤酒 哇这是神仙般的日子啊 来我们的蛤蜊呢就已经炒好了 这个辣味呢还是比较适中的 我们五克的辣椒呢其实是比较适中的 不是特别的辣啊 来我们来尝一下它 当你软吸到这个蛤蜊壳的时候呢 它上面也有一层薄薄的汤汁 嗯一入口呢有点微微的有点辣的感觉 蛤蜊肉特别特别的鲜特别特别的嫩 带有一点微微的甜味 因为蛤蜊呢它本身它带有的汤汁呢 它就带有一点咸味 所以呢我们只用酱油来给它调咸 而不是给它用盐 如果你用盐的话它就会太咸了 所以这样子用酱油来调咸味的辣炒蛤蜊呢 它的咸味是恰恰好的 大家学会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